你在我心中那个位置 我找不到人迷布 活在雾中吐露 之前我们看到有报道说 你似乎在和我们新加坡最红的小天后 钟彩玲谈恋爱是吗 千交代万交代还是给我问出来 这些记者怎么八卦怎么问 无论从哪个条件上来说 我都没有这个跟钟彩玲谈恋爱 搞什么了 你会不会开车 但是我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 而且从他身上 我感受到新加坡人的热情 大方 亲切以及幽默 请你帮我们的主办单位澄清一下 就是有的人说你接触钟彩玲小姐 是为了希望让他在选秀节目当中 帮助你拿到更好的成绩 是有这么回事吗 这怎么可能呢 新加坡怎么可能接受 官说跟贿赂呢 博文可以签 博文 我看了转播 你的回答真的非常好 做一个艺人一定要这样子 人家越激怒你 你越不能中他的鸡 真的好 我觉得啊 电视制作的那边 你听听看就好吧 是因为他们今天需要你 所以呢 才会对你特别的好 如果有一天 你不再帮他们创造收视率了 那就拜拜咯 这倒是事实 不过博文 经过这个比赛 你有想过成为一个真正的唱片歌手 我觉得你可以想想 我们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彩琳 我真的可以吗 什么都有可能的 来来来 大家用猜用猜 对了 你有听到我寄给你的新歌吗 有啊 我很喜欢耶 而且 跟你前两张专辑的风格很不同耶 是我的创作哦 当然是由你的鼓励 才会有一个新的创作啦